大家好,欢迎收看港台娱乐会,今天为你带来精彩视频。 近日,一位自称是独立演员的网友发帖称, 剧组并不完美,短剧都是亡死里压榨人的。 该网友称,今年自己剧组认识猝死的已经高达五个人, 其中,有两个副导演,每天连轴转, 一个杀青了喝酒庆祝狂欢喝死了, 一个在岗位上熬夜猝死,还有认识的化妆师, 从订装到开机就没有休息过,一天要工作二十多小时, 都不回酒店休息,今天通告拍完, 在拍摄的酒店原地休息几小时就要起来拍第二天的通告, 直接猝死了俩订装师,昏死过去一个剧照。 这网友还表示仅自己认识的猝死的就不少了, 还有在朋友圈看到过好几个复告, 三眼也同这名网友联系求证, 对方表示自己所输都是真事, 之所以不公开朋友圈复告内容是尊重试者。 演员,从业者,每天平均二十小时工作量, 有人常被塑造就新玩, 这则帖子发布后,引发了大家广泛讨论, 很多业内人士,从业者纷纷发帖透露, 短剧拍摄压力真的非常之大。 一位自称在横店工作过的网友表示, 自己曾经在横店当过跟交员, 每天平均工作都在二十小时以上, 而且全年无休,没有休息日, 巅峰时期甚至连续七天没回酒店休息, 在现场拍摄, 几十斤重的器材从开工搬到收工就没停过。 有从业者评论称自己朋友更是得了脑瘤, 还有人二十一岁就天天吃素笑就新玩, 工作中凌晨四点没拍完, 第二天早上八点半化妆通告就出来, 大家诉求是能至少睡四小时, 已经排除阴影。 一位自称是当服装助理的网友透露, 拍短剧不仅没工资, 每天只能睡四个小时, 还动不动被演员骂, 被演员助理阴阳怪气。 一位做后期的网友分享称, 自己第一份工作就是一家后期公司, 统筹员工基本就是住公司里, 忙到后半夜睡几小时爬起来继续工作, 统筹老板也是连轴转, 半夜还要和客户调片子。 一位短剧演员发文透露, 自己近组七天才能睡个宝觉, 第一部拍完紧跟着就要做第二部短剧的筹备工作。 这名网友更是诉苦称拍短剧特别累, 时间紧凑, 预算低, 把一个人当几个人用, 非常容易猝死。 今年一月初, 该网友还透露自己三天只睡二小时, 更是备好了塑笑就心丸。 还有演员发文称自己毕业正一腔热血想闯一闯的时候, 怎么遇见的是这样的影视市场? 铺天盖地的竖屏短剧, 自己曾经身体素质很好, 带来横店后半年生两次病, 每次都要吃几天药, 躺几天才能恢复。 这名网友直言, 自己是在拿命赚钱, 新的一年最大的期望就是不要熬夜。 而且如此辛苦, 还不挣钱, 网友称短剧幕后的厂务, 化妆等一般200到300每天, 特约400、500, 只有主演能上四位数。 而且还有剧组给大家发塑笑就心丸这种魔幻事件。 一名演员透露, 2024年第一部戏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 薄到自己流鼻血, 还有此前拍戏前五天每天只能睡三四十分钟。 有人当长土, 心脏疼, 有灯光指导拿出塑笑就心丸, 说是上一个剧组发的, 人手一平, 短剧猝死是常态。 演员说法, 一百集剧七天拍完, 人的经历几天内扎干。 根据这些短剧演员以及业内人士的说法, 短剧难道真的强度高, 压力大, 是猝死高危行业? 笔者今日与四位演员以及一名业内人士进行沟通, 简单讨论了行业问题。 令人意外的是, 今天与笔者聊天的五位从业者, 对于拍短剧容易猝死的观点表示认可。 他们称, 虽然自己身边没有出现有人因高强度工作猝死事件, 但是短剧行业确实工作压力非常大, 如果有人猝死其实并不意外。 笔者了解到, 实际上无论是短剧还是传统长剧, 电影拍摄, 工作压力都挺大, 但是之所以短剧成为某种特殊情况, 主要是其拍摄模式上决定。 有演员告诉笔者, 拍长剧的压力和短剧的区别挺大, 长剧是一种漫长的建牢, 因为拍摄周期较长, 所以工作状态也得长期保持, 而拍短剧则不一样, 每部短剧和短剧之间大家能够有几天休息, 这是因为短剧一般每季不到一分钟或者通常不超过三分钟, 其拍摄周期非常短, 这么看, 拍短剧能够有休息时间, 为什么会有猝死风险呢? 因为短剧剧组一方面为了能够提高产出, 另一方面为了节省整个拍戏成本, 会仅可能地压缩拍摄周期。 一名演员称, 通常一部一百集的短剧, 七天就要拍完, 如果是剧集更少的剧, 用时则更短, 所以拍短剧就相当于把所有人的精力在短短几天内榨干, 压力能不大吗? 长剧虽然是漫长的煎熬, 但多少能把各方面压力分摊到较长的时间段, 而短剧则是短期爆发, 长此以往身体根本受不了。 拍短剧还要求情绪转变要非常迅速, 这和传统长剧表演区别较大。 据靠短剧翻身的演员门一文, 一名短剧演员介绍, 拍短剧进入任何状态, 情绪都要很快, 说台词也要快, 因为观众只需要知道角色的标签化性格, 例如上一场戏演员还在快乐聊天, 下一场戏就立刻要流泪, 该演员还坦言, 剧组能五天拍完就不会拖到七天, 而短剧主演则更加辛苦, 一名短剧主演表示, 拍短剧过程中, 每天都只能睡四个小时, 而且现在短剧剧组为了减少成本, 多数都直接在恒电片场选角, 听说哪部剧杀青, 就专门跑去挑人, 而过去影视项目在外地剑组面试演员的情况越来越少, 业内人士也相比者确认了上述说法, 目前, 短剧拍摄周期确实不长, 很快就能杀青, 这种情况下所有人的压力自然非常大, 之所以短剧能够实现快速量产, 这也是由其本身性质决定, 传统的电视剧, 电影, 剧情内容, 人物角色形象都很复杂, 要讲清楚故事脉络, 说明剧情逻辑需要每个演员对角色有更深度的挖掘和理解, 很多情况下, 演员扮演好一个角色不可能只依靠剧本上的设定, 还需要演员挖出角色更多的背景, 比如为了拍好军人, 有演员就真的会去部队体验生活一段时间, 所以长剧, 电影拍摄周期是很长的, 这是演员需要仔细打磨角色的结果, 但是短剧不同, 三言以前就写过, 当下流行的短剧都是纯粹的快餐产品, 很难定义短剧存在角色背景, 故事脉络, 剧情细节等这些要素, 每集短剧都是直截了当地突出剧情矛盾点, 省掉一切不必要铺垫, 所以短剧演员其实不需要演技, 他们真的可以跟着剧本走, 短剧只要有受众想看的那种爽镜就行, 像是一直很流行的战神类型短剧, 几乎所有这种剧剧情都是一类, 比如主角是个实力无比强悍的大神, 装作普通人受尽屈辱后突然公开真实身份, 惊艳到所有人, 这种剧因为谈不上角色背景, 人物关系这些, 因此演员完全可以机械化地表演, 孵化道上甚至都没太多讲究, 同一个演员换几件不同衣服 甚至可以短时间内拍出好几不同类短剧, 急需监管帮助走出也蛮生长, 正是因为短剧各方面相比长剧, 电影更轻, 所以使之实现了可以量产化的可能, 有了能够量产的客观条件, 再加上风口来之不易, 从业者生怕风口过去, 于是更是要近乎疯狂地拍片, 恒电已经变成数点, 据上官新闻报道, 恒电每周有近百个小程序剧剧组开工, 有制片人三个月就做了十几部短剧, 大家日常讨论的都是行业里造福神话, 比如身边哪部剧几小时充值过千万等, 另据浙江电视台报道, 恒电影视程中, 短剧很多演员是刚毕业学生, 相比恒平长剧, 学生能够获得更多机会, 并且园区每天都有五六个剧组拍摄, 其中大部分都是短剧剧组, 此外, 根据云合数据,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等联合发布的 2023年度短剧报告显示, 2023年我国短剧拍摄备案共通过3574部, 共97327级, 部数同比上涨9%, 级数同比上涨28%, 部均级数增加至27级每部。 据该报告提供的数据计算, 假设这3570多部短剧要在一年内拍完, 那么意味着平均每天要拍十部短剧, 这种规模远超传统长剧和电影, 同时从数据上看, 目前行业仍然处于上升态势, 短剧是个大风口, 但这个风口却也是建立在无数从业者的血汗之上的, 那么, 在短剧繁荣背后, 这种压榨演员, 从业者的情况必然不是一条可持续发展之路。 此外, 此前为了吸引观众付费, 很多短剧除了在每季中设定一些吸引观众好奇心继续看下一集之类的设定外, 还不惜采用打擦边球或者传播不良价值观等策略, 这对于短剧这个年轻的行业来说, 都是阻碍其发展的绊脚石。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港台娱乐会, 敬请关注哦!